女人刚刚扣牢完男友 走路还有些不稳 然而当她回到505号公寓时 才发现自己的钥匙丢在了男友家 于是她只好走楼梯回去那 可诡异的是 她一口气向下跑了好几层 可依旧还停留在五楼 此时的浪姐有些慌了 难道自己遇到了传说中的鬼打枪 然而还没等她反应过来 楼道内的灯光闪烁了一番后突然熄灭 浪姐见状连忙打开了手机 想要将楼道门打开 可诡异的是 原本打开的楼道门 却在此刻被牢牢地受伤了 无论浪姐如何用力都无法将其打开 无奈之下 她只好迎着头皮 接着手机微弱的亮光 战战兢兢地朝着楼下走去 可由于过度紧张 结果她的脚下一滑 不小心摔倒在地 此时的楼道内 瞬间变得一片漆黑 好在她的手机就在一边 可就在浪姐刚刚打开手机时 她却突然感受到背后传来阵阵凉意 不明所以的浪姐猛然转头看去 却发现在她的身边 赫然斩着一只劈头散发的女鬼 不久之后 公寓里搬进来一对母女 由于母亲勇美本就是无神论者 所以她故意在不宜搬家的这天搬进了公寓 随后勇美从屋檐那里拿到钥匙后 便带着女儿小花走进了电梯 可诡异的是 当小花想要按下他们居住的五楼时 竟发现这栋公寓没有四楼 勇美见状告知女儿 因为数字四和四同音 所以人们会觉得这个四字不吉利 因此往往会去掉带有四字的楼层 就这样 勇美带着女儿小花顺利地住进了五零四室 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他们的隔壁五零五号房间 其实是一间名副骑士的凶宅 果然没多久 怪事就接二连三地发生了 第二天早上 勇美本想出门跑步 于是便朝楼下跑去 并在心里默默记下层数 当她以为来到一楼的时候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墙上的标识居然不是一楼 而是二楼 勇美以为定是自己记错了 因此并没有在意 但她其实并没有记错 只不过她在刚刚路过了一个不存在的楼层 与此同时 女儿小花正在家里看电视 可就在她看的入迷时 她却突然听到门外传来一阵响动 于是好奇的她便跑过去想听仔细 结果这个时候 她的身后居然出现了一个劈头散发的女鬼 可当小花回过头时 那里有什么都没有 紧接着家里的房门 竟然莫名其妙地自己打开了 小花装着胆子来到门口查看 结果却在拐角处看到了一个小男孩 小花更想跟她大声招呼 但小男孩却一审而失 当天晚上永美回到家后 却发现自己忘了戴钥匙 于是便喊女儿给自己开门 可敲了半天竟然都没人回应 永美还以为是自己晚归的行为 任女儿生气了 于是便站在门外连连道歉 可没想到等房门打开后 出现在永美眼前的 居然是一个角色贴亲的女人 可还没等永美道歉 女人就重重地关上了房门 到了第二天 由于工作的原因 永美请了一个保姆来照顾小花 但保姆却是个偷奸耍花 杨凤英伟的小人 等永美离开之后 她不仅不照顾小花 反而让小花照顾她 小花到超市买好了东西 超市老板还热情地 送了小花一根雪糕 可当小花回家的时候 那个小男孩却再次出现 小花察觉到动静 于是便跟了上去 与此同时 保姆见小花迟迟没有回来 于是便出门去找 结果却在楼道里 看到了没吃完的雪糕 和涮碎的鸡蛋 保姆发现地上的脚印 通向了楼道口 于是她缓缓地打开门查看 结果小花赫然出现在了门口 但她的眼神 已经变得不再友善